大家好,我是王文华 我要为大家介绍第23届的台北文学奖 今年散文类的评审奖作品 叫做2020台北市结婚 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瘟疫之年办喜事 惆怅与欢心交织 在台北,我们无求婚无蜜月 倒是一切不缺 因为台北的平安 台北人的成全 办成一场婚礼 我想把这句话改几个字 用来形容今年的台北文学奖 瘟疫之年办文学奖 惆怅与欢心交织 在台北,我们无实体的颁奖典礼 倒是一切不缺 因为台北的平安 台北人的成全 办成一场文学盛世 今年的台北文学奖 总共有1600件作品参加 作者从11岁到87岁 作品的题材很多元 疫情也是其中之一 除了刚才提到的 2020台北市结婚 散文类的首奖 小碧也写到了 疫情 那同时间呢 第21届的台北文学奖 年金奖 得主也揭晓了 他叫徐正福 他的作品叫做《寻扬记》 这是用小说的形式描写 西藏的自然景观 还有人文风土的变迁 这本书也在今年4月出版了 今天我就要为大家介绍 这24位得主 同时间我们也邀请到几位贵宾 包括主办单位 台北市政府的蔡炳坤副市长 还有评审代表师罗志诚老师 以及这个讲座的创作者 雕刻家李志文老师 给大家一些鼓励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影片 开始这场独特的文学之旅